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拥有一身好手艺的沈松柏 烘焙出美味的点心 逢年过节 许多老客户都会指定购买 然而曾经有段期间 为了躲避通气 他隐姓埋名逃亡19年 如戏剧般的人生 使他对信仰有更多的经历 如今他格外感谢 妻子黄明慧当年的不离不弃 接下来的每一刻 都将好好握紧太太的手 守护一身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 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蛮常出现在新闻版面的 过去因为背了两条杀人嘴 被通气了19年 躲了19年的时间 后来因为一张交通罚单 被发现之后 又入狱服刑了11年 这听起来这个人生 好像在拍电影一样 今天要来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做点分享 欢迎沈松柏 松柏哥你好 你好 所以好像小的时候就混帮派这样 因为我的环境 生活生长环境是在眷村 外面都是一些本省人 就村子外头 其实我们外省人算是少数 那就是会时常受到这些 本省帮派的挑戏 欺负我们或者他们 我们只是经过而已 他就对我们有点叫嚣 什么的 呛嚣 呛嚣 那就是为了让自己 不再这种恐惧下生活 所以就会自成一帮吧 也结党结派这样子 拉帮结派的这样 那真的会常常有一些暴力冲突吗 那些 他们会到我们村子里面 欺负一些落单的人 然后那些人被欺负之后 就会来跟我们讲 那你们就要有动作啊 是的 一次两次 我们当然也是会忍 那其实就是在好像第一次 七十年代吧 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一次是我们就觉得 我们忍无可忍了 就大家约一约去那边 想要去给他们一点教训 那那一次也是我 就是步入我人生黑暗的第一夜 那时候就去 就是要泄斗了吗 对 就去泄斗了 就是泄斗了 我们就是去到他们的村子里面 他们发现他们在菜市场 一票了我们就进去 开始两派的人打打杀杀 刚好在那一次刚好就是 有一位我们的朋友也是开了一枪 所以还有带枪啊 对 不是只是些刀啊 或者是棍棒这样子 刀棍棒都有带 对 但是也有土制的那种手枪 改造手枪 对 改造手枪 然后开了一枪 当然其实我们并没有说想要自能于死地的那种翻译 那种想法 但是这种东西就很难讲 尤其在黑暗中 开了一枪就打死了一个人 有印象以来你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那学校的功课有办法念吗 小的时候的生活还算正常 其实那时候功课也还算不错 是到了国中开始叛逆吧 那真正对家庭的这个叛逆好像 是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聚会的地方 聚会 你说教会聚会 我爸爸是基督徒嘛 那我爸爸会信耶稣也是因为 那时候他是军人 职业军人 那因为常年在外啊 在然后就中风回来 那因为中风的关系 那就是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去从我妈妈那边来关心到我的父亲 那我爸爸因为这一次的中风 整个能改了 对上帝的信仰 是非常的虔诚 那时候我还很小 他是因为教会有人来关心他 然后他就 因为他有经历过这个神 上帝给他的恩典 所以他非常的信主 那我们还小啊 以我们那个那种年龄 坐在那边两个小时是坐不住的 那结果几次之后 就会坐一半就离开了 甚至有的时候就没有去 那我父亲就觉得 怎么能够不去参加主日的聚会 回来那是痛打 痛打 是痛打 其实我爸爸对我 你们家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吗 没有 我们我两个姐姐 他们是很正常的在参加聚会的生活 只有我比较叛逆 所以你们是你们家唯一的男生 然后最小的 因为爸爸是军人 很小的时候他是长年不在家的 虽然严 但是很爱我们 就是你会感受到爸爸对你的爱 但这么一打又刚好在你叛逆的时候 是 因为在那时候的叛逆让我 学校把我热力转学 孤生被送到高雄去读书 爸爸帮你送去 对 我爸爸妈妈把我送到高雄去读书 他们是想说让你离开原来的环境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是 因为那时候就是不喜欢在家了 有点叛逆不喜欢在家 那觉得送到高雄去读书可能会 让我远离这个环境会好一点 是 但不尽难 因为在那个年龄 离乡背景一个人到高雄去读书 其实是很辛苦的 你住什么 你住亲戚朋友家吗 对 我住在我的舅舅家 住舅舅家 在国中那时候我记得二年级读到 到高雄来读书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是被欺负的 因为转学生嘛 又台北来 其实我在国中毕业之前 最惨的那一次还被 手脚都被打断 在毕业前 非常地被打断到家里去休养 这样子家里还不知道吗 到这种程度了 就知道了 但是那个时候 他们唯一不知道 就是我的性情上已经转变了 你那时候的性情变成怎么样了 已经 非常地暴力 然后觉得想要壮大自己 然后 不服输 不服输 那时候跟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呢 那就是 那是非常地冷漠了 很少交谈了 虽然我对 我妈妈是非常地爱我 那我对爸爸她真的是又爱又怕 但是因为个性上的转变 就 都一直在外面 就成群结党 是 所以最关键就是在国中的时候 在高雄那段时间 对 就是国中毕业让我自己整个 回到家里来之后 就把我们村子的人就号召了起来 大家就 就自成一个帮 自成一帮 乌入歧途的沈松博 曾有一段迷失自我的历程 在外乘凶斗狠的日子 着实令亲友担心不已 他小时候很乖 然后呢 很聪明 我有记忆以来 他没有听过他有犯什么 就是好像被父母亲 折打呀 或是折骂的 后来因为我们家就是有三个孩子 我上面一个姐姐 跟我差一岁 那我后面一个弟弟 跟我差四岁 那我们又都是女生啊 然后弟弟可能到了一个年龄 他就觉得需要同伴 所以那我们又住眷村 所以他就跟眷村的这个男孩子 就走到一块儿了 松博在左边 有同一般人同样 当人的人生感到迷失的时候 都走三条路 比如建议里面 我们看到很上识 第一条 他们会去拜神明 第二条 他们会去找兄弟 第三条 会去找朋友 所以朋友也带他们去吃鱼 就都会吃鱼 朋友也带他们去参加帮派 就参加帮派了 所以松博是怕第三条路 迷失去的 据他有好几次在跟我们 在分享的过程里面 就是说类似那一种 反正就是他看不顺眼 或者他认为说 应该要主持公道的时候 那个凶狠起来的时候是 你不认得这个人 是这个样子 跟现在可以说是 截然不相同的一个面向的人 回到台北之后 你们自解一个帮派 是不是就要为市 还什么 就是你们有一个 自己的势力范围吗 是不是 对 我们那一群人还算 也是蛮强悍的 但年纪都很小吗 因为你自己本身 你才国中刚毕业而已 我们那些人 全部都是我们村子里面的 一起长大的 对 都是一起长大的 当初我们也是觉得说 我们竟然要走这条路 就需要有一点点经费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新开张的 的店或者是有一些 我们觉得还可以的店 我们就会进去 要求他拿一点点经费给我 我们安排小弟在那边上班 我们原则就是以 有人在这边上班 保护你们的 对 保护你们拿一点经费 这样子 那你身上都要需要 带点什么东西吗 当初是比较客难 就是有个土字手枪 改造的就很不错了 当然后来因为正式进入了帮派 那就从大哥那边会得到 比如说白党领手枪 左人手枪这样子 让我们撞撞我们的身世 那如果说有跟大哥出去 或者我们出去为事的话 我往往不会站在地上 因为我自认我的口才不是很好 所以当然是大哥或者我们的同伴 口才好的话会去前面跟对方讲 那我有的时候身上就背着一把枪 两把枪在后面观看 一方面也是观看当时的情形 一方面也是保护我们的同伴 能够全身而退这样子 刀上这种打打杀杀 每天都带枪什么的 不会有一点害怕恐惧在心里面吗 对那样的生活 在当时 当时是不会 当时觉得有枪才会用枪自重 觉得我们比人家更高一点点 只能我对你怎么样 但你是不能对我怎么样 就是因为那个环境 因为个性上的变化了 所以让自己觉得有带枪出去 才有点安全感吧 你那个时候还住在家里吗 那时候已经没有住在家里 我们都是已经有 一群人住在外面 所以爸妈完全也就 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爸妈完全都是没有我们办法 也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做什么 所以你那时候跟了大哥 那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在帮拍面到一定程度 应该会特别被警方锁定吧 之前我们因为有大哥的批印在 生活费 或者是我们的活动 都有大哥 还是教导我们不能太过 但是自从一清扫黑 把我们这些大哥 知名的大哥都扫光之后 变得我们变成大哥了 又带了另外的小弟 所以我才又犯了第二件案子 第一件案子是那一件 就是卸斗开枪打死一根 可是那时候你说你才十五 应该十六岁了 未成年吗 对 那那个案子有判吗 或那个案子有怎么样 这件案子也是判了我十二年 那再来你说再来第二件事 第二件案子 因为我们逃亡就需要一点经费 对 那我就接了一个讨债的案子 那其实我们只是要钱 我们不会说想要人命 那就是把他囚禁的时候 就被打死 所以那时候这条案子 那时候新闻爆出来之后 变成辱人勒索 在当时辱人勒索之后 唯一是死刑 犯下了这件事情之后 觉得那我的人生可能就完了 还有前面那一件 对 就是因为这两年加小 这才真正的 让我开始逃亡的生活 几岁 那时候有十八岁 十八岁就 一切下了我说也是很小 也才刚刚过了那个法定的 成年的门槛而已 对 就是一开始是 比较相好的朋友 兄弟帮我们掩护 那在那个时候非常恐惧 那我在那个时候 警方要抓一个人 他是会有照片 看在新闻上的 然后因为事情发生了 对 有点像是通信要犯 警察局都会贴 到处都有贴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事情发生了 也知道我的时候 那第一 警方第一时间是从我们家人 去我们家里搜索嘛 那我只能一味的逃亡 流亡的时候 那个就是从A点跑到B点 那在刑警的犯案效率 也是非常的高的 我当时觉得我在某一个地方 才躲了两个晚上 刑警就来了 就是把我要住的地方 好像已经被埋伏了 锁定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浮上 我曾经在高雄读过书 有几个好朋友 就跑到高雄去了 就跑到高雄去 刚好我的那位同学 他们家是在卖早餐 然后我因为住到人家家里 人家都已经起来 在忙东忙西了 我就很自然的也起来跟着 帮忙 那卖早餐就会有 不外乎有人送面包 送点心送三明治来 给他们卖 那在那几天 这个送点心的老板 就看到了我 就透过我的同学来问我说 愿不愿意去他的公司 面包店上班 那我就想说 那我既然通缉 我总是不能一直待在人家家里 所以我必须要一份收入 就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进入了这个 面包业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我还都做烘焙的原因 也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躲的十几年的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都一直在做烘焙业 对 十九年中 十九年都在做烘焙业 烘焙业在那个年代 其实也是一个漏洞 因为我去到烘焙业 它也不需要你对身份证 那我们吃住都在公司 所以你可能也不用给他一个真实的名字 我都不需要 甚至给他一个绰号就可以 对 就这样子就在里面工作 所以我当初第一份工作当然也做的不久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心情最恐惧无助的时候 才刚逃到高雄 对 那时候刚逃到高雄 我记得那一次的工作做了还不到一个月 我会离开那份工作是因为我帮我们老板送面包到夜市去 然后我觉得送到夜市 因为我们自己心虚 发现有人在注意我 好像是刑警 怎么我到了高雄还有刑警在注意我 所以那一次我记得很 我把老板的货车带着面包就丢到路边 我就到了小港一间面包店去印证 当初的工资 也是不用身份证就可以 也是不用 也是住在那里 那工资是三千块 然后月休一天 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好的条件 这就是我把自己锁住的原因 在我之前我的生活是灯红酒绿 对 而且你们应该 挥霍是很大的 你不要说三千 三万块对我来说都是 小钱 那能够接受这样的待遇 也是因为要让自己活下去 生活下去 就从那天开始我就整个改变 其实当初的工作是很辛苦 我们烘培业 时间很长 那时候我记得我那家店是 四点就要起来 行扎胖 就是做早上的面包 然后生意超好 它要到十点 就是烤面包要烤到晚上十点 那正常班的师傅 他是八点到六点 那这么长的时间 我在那里面工作 我是一个新来的学徒 我为了要融入这个环境 所以再加上我自己也睡不着 所以我早上四点就会去帮忙 那一班的师傅工作 大家看你就觉得 这年轻人厉害 很上进 很努力 很愿意付出 然后晚上又跟着这样子做 那老板也觉得 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 好努力 好努力 所以我那时候在当时 底薪三千 但是我那一天 唯一的一天的休假 因为我没地方去 也不敢乱跑 那一天的加班还有一千块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还有四千块的收入 算是不错的 那你会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聊天吗 会不会有人就好奇你的背景啊 来历啊 问问你啊 大家都会问 但是因为在那种 我把自己锁住 心情锁住的环境之下 其实我就很沉默 但展传中有一次 我也是离了职 到了左营一家面包店去工作 刚好这家店的老板 他是基督徒 那我也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 因为总是躲躲常常 回到家里都是很孤单的 教会就是一个家 我也很渴望 所以我们这个老板一说 我马上就答应 而且每天都去教会 每个礼拜主日的时候 每个礼拜绝对去主日 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你第一次回去的时候 当我到了教会 参加主日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 有一点点感动 有一点点这个 也有一点点喜悦 好像这是我熟悉的地方 太多的温暖从那边开始 但是其实我当到教会去的时候 我当没有去想说 转变不一样 只是想有个事情可以做 有个事情让我做 让我可以不用去独处 或者是就是因为有人关心 说实来这是有人关心 真好的感觉 是是是 那你能够对人家说些什么吗 这一点倒是没有 因为这些事情 其实我已经深藏在心 我是分享不出来 参加小组的聚会 或者在聚会中 我好像只是倾听比较多 我获得 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在想 这段经历中 我白白获得上帝的恩典 这么多 我实在应该要有所转变 要有所付出 这都是事后的改变 在当时我真的也没有去想说 为教会或者为这些做些什么 他有向我表白 他怎么告诉你的 他跟我讲说他有一些案子 他可能在通缉这样子 那我的心里想说 你都既然会愿意回到教会 那上帝愿意给你机会 我也愿意给你这个机会这样 在逃亡期间 沈松博全心投入在烘焙业学习 为了避免泄漏踪跡 他选择与人保持距离 封闭自我 在当时的松博个性给我感觉 他是比较隐藏式的 是外人比较很难去认识到他 因为他的身份就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说 当他越把自己在众人面前 让人家了解越多的时候 相对的他暴露在这个危险当中 应该还是越大 这也就是他 比较不容易在众人面前 去展现他自己 如果还是单身一个人 我做事我一个人单 但是你看他十九人以头 他成立了五家烘焙房 然后又娶了太太 生了三个女儿 在人 我刚才讲 在人看来那是一种祝福 那对他来讲是一种担子 万一他背着要怎么办 他一定会想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比山高米海深 测不透我不着 却看得见 在教会诗班相识相爱 沈松博感谢神 能娶到黄明慧这位好太太 他也格外感谢他当初的接纳 两人才能共结联礼 他就跟我聊到明慧 他说他在从以前到现在 所交过的朋友当中 女朋友当中 他觉得就是明慧 最得他的心 所以他也不愿意伤害他 所以他在接受他感情之前 他就把他的事情告诉了明慧 但是明慧并没有因此就退却 他很肯定松博 他非常的看好他 因为看他工作的认真 从他开始学做面包 当徒弟 一直到他自己成为一个 很棒的一个师傅 这个过程 他看见松博是一个 蛮能够吃苦耐劳的人 而且他为家庭的付出 绝对是百分之百的 逃亡期间 沈松博其实是隐姓埋名的 甚至把自己整个人都冰封起来 一直到后来又经到教会 开始感受到一些温暖 甚至在教会找到他的人生伴侣 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 黄茗茗 茗茗姐你好 你好 所以是在教会认识的 是 那时候有特别觉得这个男生 我带试斑 我只会 所以我 沈松也是在试斑 我的眼睛看下去就是我的团圆 所以当初没有特别的印象 那怎么进步接触 谁先发动 参加这个森哥队 看到这个明慧 我当时没有什么 绝对不会有那种 说看到这个我要追他 没有 其实没有这种想法 那是因为在这几年 在森哥队里面的相处 然后我就说 这个女生的笑容 真的是太阳光了 而且我觉得我每个礼拜很期待 礼拜六来参加这个森哥队 看到我们的指挥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教会 每次练歌之后 都会有到外面去献唱 也是像有很多的机会 让我对这个女生 有更深想要去认识跟追求的 想法 想法 那在团契中 你要想说我一个出外人 想要有借口 约她出来是并不容易的 所以我就找了我们那个青少年 因为她也有带那个青少年的 团契 的活动 有请青少年说 那我们夏天我们就请她吃兵 我请他们去 你们去把那个明慧老师约来 就是这样的 就是透过一点小小的手段 把那个明慧约出来吃兵 后来更进一步吃牛排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就有很多机会跟她聊天 那就女生来说 你什么时候知道说这个男生 他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过去 他有向我表白 他怎么告诉你的 他跟我讲说 他有一些案子 他可能在通缉这样子 那我的心里想说 你都既然会愿意回到教会 那上帝愿意给你机会 我也愿意给你这个机会这样子 可是你没有打算了解 他是什么案子被通缉吗 我没有耶 其实我还蛮单纯的 我真的没有 我只是愿意给机会 所以你不晓得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 是 真的是这样子 那你毕竟身份不一样 你们的结婚是 也是就是去护证事务所登记啊 宴客啊那种 是这样子的吗 我们完全都是公开化这样子 可以吗就是 其实是不行的 那我其实要结婚 当我要 其实我自己的模拟就是说 我要跟明慧求婚 但是她不会答应我 我自己你是什么身份 你只是一个通缉犯 然后就有一个声音说 就说你是一个很惨很可怜的人 你是一个很卑微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想到我是很可怜 那时候我就痛哭 那我那时候唱的那首歌 心里就是耶稣爱我 歌词里面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所以那一次的祷告 让我这个经历圣灵的充满 然后祷告完之后 我觉得好像脱胎换骨 我是在求婚前跟她告白 开了车带她去海边 跟她讲 我是以用故事的形态 叙述我一点点的过去 但是我所犯的事情 我是没有讲 然后我就问她 你这样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她竟然说愿意 然后我就开始丑化 因为我是通缉犯 对 那在他们家 他们家是传统的信仰 怎么可能没有婚礼的祝福呢 怎么可能没有酒宴喜宴的这方面 那我也是怕说 我在这过程中心情会跟来 所以就跟我姐姐安排 我们的家人是一车 所以你们家里人知道 你要结婚了 对 这都是先筹划好了 我们家人跟亲戚一车 从台北包了游览车过来 所以你逃亡期间 还是默默都有跟家里人联系 对 因为那时候已经也逃亡了 将近十来年了 两七年 你们都好像没有去 十来年了 觉得应该可以放松了 而且中间 风声不会那么紧了 对 中间也有报章杂志 就是报道说我已经死掉了 在外人 弟兄姊妹帮我创划创刑 其实都很正常的 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 我的不行 但是对外他们都是 都是很正常 那个时候我心里 当然是有一份喜悦 但是也有一份 忐忑吧 忐忑 对 也有恐惧 但总是就算真的成立了你们自己的家庭了 进入到婚姻生活了 进入到婚姻生活之后一切都还好 是 感谢 也孩子很快就有了吗 是 隔了一年这样子 你们后来总共是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 是 三个女儿 有了我的女儿生下来之后 我就 那时候我就决定把我父母亲 接来同住 他们不是想说那个 要我爸妈妈妈来干嘛 我只觉得家庭的完整性 好像需要有 爸爸妈妈妈爷爷奶奶的关系 所以我就把他们接来 跟我们一起 就是你在完成一个 你想象当中 应该是一个美好家庭的图样 对 那个图片 我一直营造这个 对不对 所以故事发展到这里 好像以前的事情真的可以不要再是一个阴影了耶 可是后来结婚多久之后 还是身份被发现了 93年的时候 一张红单 我那天是因为接女儿 接女儿回家 放学回家 一张红灯又转了红单 让我暴露了我的身份 那我因为我用的 这是伪造的这个身份 他当时这位 这个真的 这个名字的人也刚好在服刑 在监狱中 所以身份一插就不对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人家去调查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张红单 这个人明明在里面观 为什么就查到有这种伪造证件 在那个年代伪造证件其实是很多的 我是后来听这个刑警讲说 他只是要 一开始只是要来吹炸这个伪造证件的事件 但是就一直延伸延伸追查下去 才发现我的通缉身份 当年事情爆发时 黄明慧承受极大无比的压力 这一位单纯的音乐老师 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心爱的丈夫 竟然会有这一段过去 我弟弟开了一个面包店 然后我父母亲跟他们同住 那弟弟现在被捉了 然后上有公婆 下有三个还在读幼稚园的女儿 那还要经营一个面包店 然后这个店呢 这个房子又是贷款的 你想有房贷车贷 又有员工的人事管销 所以他的压力可想而知是很大的 他会用他自己这份信仰会帮助他 可以让他先整理好自己 稳住他的脚步 然后再去面对他 一一要面对的困难 在他开音乐班的时候有 因为我的孩子 都在他的音乐班里面上课 常常听他在讲说 明慧你这个东西你都会 那么厉害 说没办法 为母则强 他已经把自己培养成一个 能够强的可以足以去保护他的孩子 保护他的家庭 这样子的一个女性 通常在监狱里头都是 一年就离婚了啦 只要被关一年 太太就走人了 很少像他这样子坚持了那么久 然后好像我讲说 我常常笑他 好像是现代的王宝川一样 可是我就一直假释不出来 那不是26人要等吗 对吗 你会事后讲说十一年感谢主 但是如果不是事后知道事前是 我要等26年 那种心态非常挣扎 我很敬重这个 我很敬重敏慧这样的太太 我很敬重她很了不起 那时候知道到什么程度 刑警上门的时候你知道 刑警上门的时候我才知道 是你开的门 他来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 刑警来我的店里 因为我都去上课嘛 我就去教书 那是因为他去警察局了 那警察就打电话来 跟我讲说 请我 我先生的事这样子 所以我才完全知道 你知道之后 就从天堂掉到地狱吧 那种刹那的这种感觉 是很痛苦的 会想说我的 我这辈子就这样玩了吗 我当下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又很不甘愿 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使然 我是一个对我自己能够选择的 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我可以负责任 我觉得我应该要负责任 所以我又当下又赶快去回转 这样子的想法跟信念 我想说这中间一定有什么 我没有清楚的地方 我就去了解 了解之后我就全然承担 那你对先生的想法呢 我看到的是他非常棒的地方 他对家庭很有责任 然后他在教会的服务 然后对我 我是没有话说 真的是没有话说 你会看到一个男人会蹲在地上 擦地擦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那个角落怎么样 我看到这一点 我就觉得这个男人是我要嫁的 所以你还是愿意在后面 对 挺着 是的 支持他 是的 那时候孩子大的多大 小学一年级 然后小的大概两岁多一点 爸爸一直都很疼他们吗 非常疼 我的孩子几乎都是他在带比较多 对 所以爸爸突然之间不见了 对 那我们当然就能够隐瞒就隐瞒 所以你们怎么跟他们说 你说啊 爸爸到外地去工作啦 过一阵子才会回来啦 对 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 离拖带变 是 刚开始是这样子 因为一时之间真的不晓得怎么跟孩子讲 对 然后你心情也很复杂 你一下子要应付很多的事情 例例外外啊 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打点 所以一时之间我们就是能够先做的 就是这样子 虽然刚才你形容说他真的是一个一百分的先生 在你眼中 可是发现这么大的事情啊 你有没有一度气到或是就觉得说 有点想要放弃这种感觉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你知道我们是在教会结婚的 是 那种那种印象 那种那种感觉 你就又浮上来了 你既然是在教会结婚 那上帝一定是有应许这个婚姻 神会负责 神会负责 我就把他交托了 是 我真的就交托 说神啊 你就负责吧 我们就努力这样子 在神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既然都应允了这样子的婚姻 那我就走吧 那他的真实身份已经完全曝光了 之前发生什么事情曝光了 你面对娘家 或面对教会 是 那个压力很大 是 确实是 那时候是恨不得就是 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藏起来 我就赶快去藏起来这样子 确实是过了一段很辛苦的一个时间 那我就买手工作啊 再尽量把工作带好 做好 然后把孩子带好 去忘却这一些负面的声音这样 那你这一头就是必须来面对 你的刑期啊 法律的程序要走啊 对不对 在打官司的过程中 太多的煎熬 那我父亲 因为我父亲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每次在这官司来 他有时候都会从台北来 来旁听或者是来看 在开庭前都会来看我 他都跟我说 松伯 你要认罪悔改 你一定要在上帝的面前 好好的祈求 你靠自己是不行的 你只能为靠上帝 那我爸爸每次跟我讲这些事 其实在当时 我就想觉得爸爸讲得很好 很对 我应该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每次到了开庭前 或者是到了设计 我都完全都忘记 父母 父亲跟我的叮咛 就认罪悔改 都没有认罪悔改 然后侃侃而谈 就是把 在我觉得我只是诉说这个事实 我想把我的 犯案的过程 我没有参与到 都为自己辩解了 对为自己辩解 想脱罪吧 因为我觉得 我不想失去我的家庭 我想赶快回家 我把我父亲的交代 完全忘记了 所以我还都维持原判 两件案子 一件判12年 一件判14年 所以这个 当我的案子定验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 就会送到 入烟之刑 这个时候我真的才 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 那一天晚上 真的是在厕所边 就狠狠地哭 然后在上帝的面前 认罪悔改 这11年的执行 你不要说什么 所以总共26年 执行11年 因为我在77年 已经得到一次减刑 所以我的26年 就减掉三分之一 那如果说 我当时80年 如果能够再来到案的话 又可以再减掉三分之一 但是我没有来 没有来自首 其实敲锤定验就定了 就定了 我不晓得 在你来说 你会觉得这种定 某种程度 你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就算是一个完结了 你以前确实做错事情 那你就不用再逃了 你也恢复自己的真实身份 是的 这个心情就是在当初 第一次到了法庭之后 因为他的法庭 法官他必须证实你是这个人 沈松博 你要知道 这个19年中没有人称为 称我的名字沈松博 但是当初法官在问我名字 我的心里是 四环 这个 就我觉得这个 那个时候的瓶颈是不一样的 原来我现在开始要面对 沈松博的事情 当时我真的是完全就是在官司上 还有这个 回到自己上面 就每天在回忆 每天在回想 自己好像自己慢慢慢慢浮上来 是这样子的 当我在回到上帝 在这个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在祷告中 其实也时常 回想到我们这些被害人的家属 在我的祷告 虽然我不认识他们 但是在祷告中 我就只能简短的 为他的家人 做了一点点的祷告 希望神与他们能够通在 为了传福音 沈松博在教会开班授课 教导烘焙技术 他的妻子皇民会 不仅陪同 夫妻俩还会一同到监狱 诉说过往不容易的经历 以己为正 活出信仰 他的心境 因着对家庭里面的思念 想要早一点回去 然后他的内心 他就产生了改变 在里面看到的他是一个 很温柔的人 而且是一个很顺服的人 从没有改变以后 他更懂得去顺服神的代理 然后他也知道回头要去鼓励 监狱里头的弟兄 所以他常跟我进监狱去讲见证 这种见证很感人 而且他们出去是夫妻两个一起去讲 我看到的是先生有了不起的地方 靠着神 他度过很多困难 太太 我的看法更了不起 爸爸在被主接去的时候 我马上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就赶忙着就来到了医院 来到医院第一件事情 他就抱住我爸爸 然后说 爸爸我会跟松伯走下去的 你放心 所以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知道说 我明慧跟我弟弟这个家没有问题 我觉得很感激明慧对我弟弟 这样的一个不离不弃 恢复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也开始必须要面对 过去曾经做错的事情 得要复仇待诈 总共入肩复兴有十一年的时间 十一年其实很长 当我真的是发现执行之后 因为也在上帝的面前认罪了 所以我们心里的平静 当然就是 心中最挂虑的就是 太太跟孩子 太太跟孩子 以及我的父母亲 在执行中有一次 很大的让我更深的体会 就是违规 那次的违规觐见 让我爸爸那天 我那时候是在台北监狱执行 我爸爸他已经住到高雄去了 我爸爸从台北 因为我爸爸妈妈 他们年纪也很大 要来看我一趟非常的不容易 其实在这段工作过程中 已经是很常来了 但是那一次来看我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受动报 所以他们来没看到你 没有看到我 我爸爸错过那一次来看我之后 他就 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但是他受生病的过程中 他有写信给我 他有告诉我说 宋伯 爸爸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好了 也不太能够写信了 所以不能来看我到我自己 保重好身体 爸爸真的很爱你 对 他真的 我爸爸真的是非常爱我 在治理行间 其实在他 很多时候 他写信 他是用方达镜 写给我的 他每次在信中 除了给我一篇金结 叫我 像在上帝 不要忘记上帝 给我的保守以外 就是给我的叮咛 但是后来他因为生病 就没有办法再写信 结果在病危通知之后 没几个月吧 没有去详细 我姐姐再来给我的消息 就是我爸爸已经死了 过去 对 我那时候真的是知道 知道这种心情 在狱中痛哭 因为 受心人最担心最担心 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 有像这样的遗憾 就是这种遗憾 那时候 到了兵议馆看到那个 我才知道 难过到这种 你没有办法出声 你想哭 你哭不出来的那种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那么多的经历 那么多的痛苦 这么多的委屈 竟然到了爸爸的面前 我 我没有办法 苦我的心中虽然在呐喊 我呐喊不出来 好像 我想 想要流泪 那是没有办法 那看到 看到爸爸在那边 我觉得我真的是傻住 我真的是傻住了 在那一面 在那几分钟 我其实 非常的空白 我只能一直 我只能抱着棺材 看着爸爸 没有办法相信说 那么爱我的 的长辈 那么爱我的家人 亲人就 就这样子的不在了 其实真的 就是这十一年当中 真的让你就是 最遗憾的一个 那太太这十一年 先生不在的日子 也是很辛苦 是啊 会带女儿去看爸爸妈妈回来 也是会 那女儿们后来都知道爸爸的状况了 是 是 我很感谢是 我们一直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教会 所以我的孩子都一直在教会长大 那也得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爱 然后家人的爱 所以我的孩子都一直在爱里面长大 这是我很感谢的 最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其实他们看到爸爸娘的状况 是 他们都可以再原谅 我觉得人都会有犯错 那 人犯错了 你要给机会 你要给原谅 这个也是我们教育孩子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爸爸离开了十一年之后再回来 跟孩子之间的相处 我们是慢慢的一直在重建 一直一直相处都很好 因为我们中间都没有断过 这中间的联系 然后我一直就投入在教育 监狱的事工上面这样子 然后也有借这样子的机会 带孩子也一方面进去做 监狱的一个事工的服饰这样子 所以现在出来刚才有聊过 大概也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 是 也都整个生活又重建了一个 在一个好的轨道上 是 是 没错 那你也会开始做一些更生人的服务 是 最后想跟观众朋友分享的 当我在回到上帝 在这个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在祷告中其实也时常回想到 我们这些被害人的家属 所以在我的祷告 虽然我不认识他们 但是在祷告中 我就只能简短的 为他的家人做了一点点的祷告 希望神与他们同在 因为这是我自己最大的体会 在我这段逃亡过程中 我爸爸妈妈 家里的人 不断的为我祷告 他说甚至他们的教 在他们的成心小组 甚至于整个教会 都为了省松补而祷告 他们来探望我的时候 都时常跟我说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 我能够在监狱里面 这样子平平安安的执行回来 然后我的家庭的完整 就是最大的就是 我父母亲给我的代表 叫弟兄姐妹给我的代表 那我觉得上帝 可能也是要我这样子而已 他虽然在我的官司上 没有给我很大的应允 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家庭里面 他给了我真的是最大的祝福 那太太呢 最后时间要帮我朋友 做最后分散 人的意念 永远高不过上帝的意念 我们的人的想法 永远也没有办法 构上上帝所要为我们所做的 凡是在你人生的路上 你要一直不断地向前 一直不断地在你的信心里面 去堆叠你的刚强的 刚强的意念 因为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 祂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 是 感谢 我今天正在你的身上看到的那个故事 就是很强烈的一种从黑暗出光明的感觉 不管你以前曾经在帮拍的生活 或甚至尤其是逃亡 那真的就是在黑暗当中 你甚至不敢见光 你要让自己藏在黑暗里头 是 对 但因为神 你刚刚讲父母亲爱的带导的力量 你看你现在进入光明 我觉得那个是 那就是神迹 那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迹 所以如果真的电视机前 有些人他正藏在黑暗里 不管什么样的因为藏在黑暗里 相信今天看到你的故事 会大受感动 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神迹对许多人来说 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 但是对基督徒而言 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 工作的痕迹 在今天我们听见 松伯弟兄生命的故事 我们看见他 一直很想要努力改变自己 在人生的上半场 用各样的方法 咒服一夜初 只想要让这一个 被通气的身份隐藏起来 一直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却一直惶惶恐恐的不安度日 一直到他真的 或者是终于被抓进监牢的时候 他的分享说 当法官在法庭中 喊着他的名字 他忽然间觉得踏实起来 他不再需要用以前的方法 尝试要换一个新的身份 隐姓埋名 不管是用面包师傅的 或躲在教会的 或各样的方法 其实都没有办法 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一直到他的名字 一直到他真实地 做回那个有罪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 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 他一直没有办法 证实自己的名字 他就是雅各 当父亲问他说 你是谁的时候 他说我是你的儿子 伊萨 你发现我们的生命 其实很多时候 也一直很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不过那个新 是我们羡慕别人所拥有的新 那个新是一个逃避自己 原来是谁的新 我们一直以为 只要不要看自己 只要不要带着 过去到现在的自己 我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不 在今天松伯的故事里面 让我们看到 我有回到上帝的面前 直面那个不完全软弱 败坏的自己 站在上帝公义的面前 同时就是一个恩典的面前 松伯一直提醒我们 要在能悔改的时候 快快认罪悔改 那不只是在 司法上的悔改而已 也同时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 当我们真实地看见 原来我就是这个不堪的自己 不再用 假装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假装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 来逃避我的本相 在上帝的面前 他已经按着我们的本相 爱我们 接纳我们 不需要让我们伪装自己 好像是别人一样 透过这个伪装 我们感觉自己不错 上帝不需要我们这样 而是真实地面对 我就是那一个 有斑斑点点的自己 神愿今天松伯的邀请 我们站在上帝那一个 施恩的审办台前 上帝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 我们向他回应说 主 是我 我就是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要带出福音的故事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的名字是你知道的 不管这个名字怎么样改变 怎么样算命 怎么样被称作教会的头衔 是长老指示区长组长 主啊 这一切都是外面的 主啊 这一切都是外面的 只有你看我 不按照外面的 按照我的内心 知道我是何等的残破不堪 主 但是你邀请我的 不是要揭露我的不堪 来嘲弄我的生命 而是让我勇敢地站立在你的面前 接受你的审判 但同时也接受你的赦免 恳求你赦免的恩典 临到我们众人的心 邀请我们勇敢地站在你十字架的面前 因为十字架是主你自己 为我们担当过犯的地方 深愿今天松脱的故事 激动我们的心 邀请我们的心 能够勇敢地来到你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罪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深愿你在基督的审判面前 得到全然的自由 因为十字架的恩典 已经在审判的同时 临到我们众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